在當時突然間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包括我在內的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老人家 是被珍惜群組的人指罵是反中亂港 漢奸走狗賣國賊 我當時覺得是莫名其妙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怎會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如果是的話 中共政府就一定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因為據說在大陸是殺人阻退保 我當時很氣憤 因為很多老人家被他們在恐嚇 所以我跟他們繞前 他們說我打他 其實當日應該是有立法會的保安在維持秩序 不知道為什麼維持不到 我當時也是一個議員 我有百分之四百的理由去自衛 以及保障 尤其是很多老人家的請願全體的安全 我的說法就是 其實應該是鄭若驊 司長是決定檢控 眾所周知 我都是香港裏面獨一無二 是追擊他很多次的人 我追究鄭若驊 司長的事情都未搞定 定不定我的罪是不要緊的 但是那個公道要拿回 我先不要說 就是說 司長對我 清眼有加 我是身為一個 和這個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 對抗的人 我受的對待是絕對不公正的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的長區 個人的安全毫無保障 在2015年 向林鄭月娥 示任政務司司長示威 指出他在這個 補選問題上不公正 代表不到香港人 我是被控一條莫名其妙的罪 就叫做妨礙他人 使用民康署設備 這條罪從來沒有用過 我判了七天監禁 現在正在上訴 去追究林鄭月娥失職 結果被檢控 被定罪 被判監 我的結論就是 千萬不要追究 涉嫌違法 和失職的官員 否則你是有報應 如果 政府的高官 是公開分裂社會 公開撕裂社會的話 警方和律政署的執法公正 一定受到質疑 只是說 司長 你自己那件事搞定沒有? 你用不用我去追究你的事 出張私人檢控條例 來追究你涉嫌的 申報利益的 有機會違法的事 你今天來告我? 太離譜了